看完电影起个早 舒舒服服摄一脚 欢迎各位小主与两影先锋 以及走进今天的电影世界 今天为大家讲述一部 马叔不顾家人反对 每日默默苦练棒球 最后终于来到赛场与偶像对决的电影 完美对垒 动荡激愤的80年代 棒球被炮菜国视为国球 大家通过感受赛场上的激动气氛 来营造自强之梦 身边重量级队的队员 强子和大哲曾经是队友 他们曾共同为炮菜国赢取了冠军 在强子的心里 一心想要超越前辈大哲 因为偶然的机会两人就此分开 但是他们势必会有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 这天一个记者小美来采访 有棒球比赛红衣队的强子 强子在接受完小美的采访后 回到赛场上就立马赢得了比赛 在白衣队的大哲 因为队员迟到心里多有不满 可他不知队员在照顾重病的父亲 而他的父亲也曾是大哲的教练 坐车回家的路上 大哲在计算下一场比赛的对手 可没想到 因为连续的下雨天 让强子和大哲有机会进行决赛 而此时 大哲的肩膀出现了问题 每天都要打针来治疗 而他曾经的教练也在医院里 教练回想起 曾经每天对大哲的苛刻的训练 但是大哲并没有让他失望 也成为了他的骄傲 强子和大哲对决的消息 很快就传了出来 记者小美早早地来到赛场 准备实时报道 但是记者们已经把赛场的大门 都给堵得水泄不通了 小美为了能够采访大哲 更是堵到了南域市里 也是够拼的 随后在强子和大哲两方队员出赛时 短短的一时输赢 却造成了两方队员的球迷 各自向竞争一方的球队展开了爆火 大哲一方遭到了球迷扔鸡蛋和垃圾 强子一方更是被球迷放火烧了汽车 看来球迷们已经进入了痴狂的地步 这让强子和大哲双方队员 更是进入了紧张的关系 在这个城市里 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 马叔 他悄悄地不断训练自己 想要参加棒球比赛 可马叔的妻子 非常的反对马叔打棒球 甚至教训他们的儿子 不要参加这种运动 他希望马叔能多挣点钱 为家庭分担一点 在面对家庭条件不允许 自己的爱好时 马叔的心里也很难受 这天强子准备回家时 看到了马叔独自一个人 在练习打球 强子在陪着马叔一起练习时 却发现 马叔有着惊人的臂力 马叔也向强子讲了 自己对棒球的热爱 这天强子和大哲以前的教练 试试了 强子找到教练 希望他能允许 自己和大哲上台较量 教练就给了强子一份 关于对手的分析资料 教练希望他能靠着 自己的狠近和决心 超越对方 大哲也在不断地努力 训练自己的手臂 大家都在准备着 最后的决赛 在决赛的当天 马叔偷偷地 从家里跑出来 到了赛场 这是一场 史无前勇的比赛 强子在赛场上 一度遥遥领先 大哲一上场 就用球打上了对方的捕手 引起了球员的不满 双方发生争执 场面陷入了混乱 这时红队需要换球员 却意外地让马叔上场 这个全新的人上场 让所有人都有些惊讶 但马叔平时也不是白练的 接球还是超级准的 这让电视前的妻子和儿子 都很震惊 可打球就是马叔的弱项了 连连败球 在面对大哲这种劲敌时 也是情理之中的 最后马叔在看到 帽子里的全家赵后 顿时来了力量 完美地击中大哲打来的球 还将球打飞到了天上 没错就是圈里打 看到马叔即将要成为 下一届的球星了 马叔成功地将两队的分数 拉成平局状态 到最后 强子的手指烂到 要用胶水来粘合 大哲的肩膀也痛到无法呼吸 双方队员也是士气大掌 决定奋战到底 最后强子的球 早已染上了鲜血 而大哲的臂膀也垮了下来 他用最后一个完美的曲线球 以平局结束了比赛 最后强子和大哲 依旧还留在了赛场上 双方的球员和球迷 为他们顽强的精神喝彩 为了荣誉 为了责任 两人已经完全进入 不顾一切的忘我境界 拼尽浑身于力 也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梦想就像爱一样 一旦过了一纸界限 就再也无法回头 好了 今天的电影 咱们就先讲到这 看一部电影评断人生 我是梁允仙丰 有希望我的 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关注哦